观众朋友晚上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江苏城市频道 正在为您直播的邻居里 我是周景 各位好 我是大林江苏新闻广播同步直播 来看新闻 今天下午的17点42分 出席党的18大会议的江苏代表团成员 已经搭乘金户高铁抵达北京 我们江苏城市频道两名记者 也已经随团抵京 从明天开始将为观众发回 来自北京的18大报道 好 进入今天的现场报道 今天南京青澳村的样板间 已经完成了装修施工 对外正式开放 提供给媒体参观和采访 走进运动员公寓的样板间 通透的房间配有落地窗 采光效果很好 窗外风景不错 对调整运动员大赛时 紧张情绪很有帮助 记者了解到 南京青澳村共有六大主体建筑 其中九层高的群楼 是运动员的公寓房 将提供给来自20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6000多名运动员 以及随行人员居住 此外 青澳村还将建设幼儿园 和学校等生活配套设施 再后将提供约1800套住宅 等于是130多坪的大小 一种三个房间 有两个三人间和一个两人间 团长式是有两个套间组成 问题就是比较简约大方吧 青澳会期间 运动员村是直接为运动员 提供住宿 餐饮 休闲服务的场所 青澳会的运动员村 和普通建筑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相关负责人表示 节能环保是一大特色 地板啊 卫生拮据什么 地板我们都要选用到 一级环保材料的地板 那么在节能方面呢 比如说运动员村的 这个所有的窗户 它都是本身是弹桥和热 然后还要外加 就是中间还要加这个卷连 那么热电联动系统呢 就是通过这个 这个电厂发电以后产生的余热 那么对这个 所有的这个居住单元 运动员的公寓 那么进行这个空调系统的管理 那么它是属于一个 这个废弃利用 据介绍 青澳村的层高达到了3.05米 而普通住宅层高 一般在2.8米 而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 照顾那些身材较高的运动员 走进屋内不至于感到太压抑 目前青澳村八状塔楼 已经有五状封顶 比原计划提前三个月 会议中心地下钢结构吊桩 全部完成 青澳村建成后 将成为河西地区又一地标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